莊玉成設計師 擅長以人文精神為基石 總是從細膩的設計角度出發 用心體驗生命力的延續 位於台北市精華地段25年的老房子 老屋該有的問題一個都沒有少 採光 通風 格局 通通都得打掉重練 只能用慘字來形容屋況 而莊玉成設計師 要如何畫腐朽維神旗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呢 完美!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个案 事实上我觉得是蛮受观众朋友欢迎的 也就是老无繁星的案子 不过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案子的介绍是 我发现它的插件会非常的广 因为在不管是台北市的精华地端 或者是新北市 有很多这样子的房子 就是它有那个合法的顶家 对不对 是的 这个房子它的屋领大概25年 而且它是合法的顶家 所以它本身楼上跟楼下 就是同一户来使用 是的 那这个房子我们聊一下 它之前的旧状况 其实听说蛮奇惨的 是 原本的状况就是说 它把楼梯放在屋子的中间 然后把前后的光线都阻隔掉了 那变成空气没有办法流通 那里面它们又没有多加整理 这造成有一些味道 然后又产生潮湿 所以又臂癌又很严重 漏水也严重 所以有点你走进来不敢动的感觉 那还很妙的是 我看了一下它的旧照片 我发现它的格局配置 实在是太奇怪 我用奇怪来形容 对 它原本把厨房跟餐厅放在楼上 对 客厅在楼下 所以它动线上是非常的不流畅 所以这对我们现在一般人很难想象 说我吃饭跟煮菜要跑到楼上去 然后看电视是在楼下 那当然因为我这个旧照片 前后对照过了 我发现这个房子几乎是被你整个打掉 要全部打掉重量重新来过耶 是 整个房子因为原本的借压过去不是很好 然后避癌也严重 所以我们整个拆掉重量 剩下外壳而已 所以我们在规划里面 我们把它重新的 做一个很合理性的动线规划 那把家人的生活中心拉来楼下 对 我们规划一个宽敞的客厅 然后一个餐厅 还有开放性厨房 另外还有把主卧跟次卧 也摆在这个楼下的地方 让所有人 全家人的生活中心会在楼下 就不会像以前 可能看电视在楼下 然后吃饭跟做饭 然后咚咚咚跑到楼上去 所以那楼下这样子改过之后 那你楼上要怎么分配呢 楼上因为新的男主人 他比较注重视听我们那一块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视听室 结合了书房 然后再多了一个次卧 还有一个小的房间 当客房 所以客房在楼上 是 你知道我是客人 我还蛮想来他们家住 因为他们家阳光 绿意 还有整个通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来当客人会觉得很棒 当然 我想任何人看到今天这个房子的旧照片 跟现在的状况 都非常的惊讶 而且我们也会认为 其实楼梯的位置是决定 今天这个房子到底好或不好 是生是死 就是楼梯的位置 其实我现在坐的是原来楼梯的位置 对 就楼梯位置 然后它还有一个隔间墙 然后它把光线都阻碍掉了 所以我们要让视觉穿透 所以把楼梯就移到一个很理想的位置 让整个视觉跟光线都能穿透进来 我觉得现在这个房子白天就算不开灯 它的彩光也非常够 很亮 好 那我们来聊一下 其实屋主当初找你的时候 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找你 一开始我们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找我们 那后来就房子弄好的时候 听屋主在讲说 他女儿自己一直骂他 他女儿跟他老婆来看房子说 为什么买这种烂房子 照片看起来真的很烂 对 那所以屋主他就回他说 我会找一个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弄好 那结果我们现在完工以后 他女儿就觉得很满意也没有讲 没有在认为说那个屋子很烂的问题 没有在complain爸爸怎么买到 他觉得爸爸买到一个房了 对 那屋主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就是他生活上或是设计上 我们特别要求你要给他做什么东西 基本上他们没有讲很多要求 就好像全责让我们去帮他规划 只是说有一个重点是说 他未来女婿比较注重视听 跟书房那一块 其他就全责交给我们 他希望找一个就比较有经验的 设计师来处理 OK 所以他选择我们 可以问你一个题外话吗 是说 他有没有说你看起来很严肃 虽然外表很严肃 但是内心很温柔 很温柔 沟通起来是很好沟通的 是的 没错 OK 好 那我想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讲 如果你家的房子 刚好是这种老房子 然后是在民国84年以前 已经合法的顶家 不要再嫌你的房子不好 因为在装设计师的改造之后 我们要让你看到 这个房子其实是一块宝 是 没有错 今天这个老房子 特别是在可能楼下的这个部分 整个改造之后 它整光线 采光 跟视觉的效果都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要讲一下 因为客厅当中 大部分我们还是会以电视主墙 做成设计的主轴 今天的设计在挑战上有什么难度 今天我们在电视主墙上 比较难度是说 因为它是跟我们的大门 做一个结合的墙壁 那必须在视觉上 我们让它有延伸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材质是 影虎的大理石 那我们把它做成L型的 让它有延续性的效果 就是从壁面到地面给L 对 就延续做出来 让它的视觉能比较有流线性 对 不会阻碍到 那大门就会比较消掉一点 OK 好 那么其实以前我们常在说 老物翻新好玩跟挑战的地方就是 我格局可以打掉全部重来吗 对 没有错 那这个好处就是 当你格局打掉全部重来 我觉得隔间墙那个厚度 会是装设计师非常在乎 而且会去斤斤计较的空间 是的 因为沙发的背墙 就是连接的主播 那主播是它也要放电视看 那客厅我们也有电视要看 所以这个尺寸的拿捏要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在利用这道墙 沙发背墙这道墙 后面是它的主播室的电视墙 又要跟它收纳衣服的地方 舌的衣服的地方的抽屉 然后我们沙发旁边又有一个端井 因为这是平成大门进来一个端井柜 对 那所以我们就N字的做法 N字的做法把这道墙划分掉 主播跟客厅 就是一部分给主播用 一部分我们在端井墙客厅这个面用 对 可是我这样看一下 主播它有一个更衣室了嘛 对 还有多的收纳空间吗 就我们后面这一道的折衣服以外 后面主墙的部分 我们有做一个推门 大的推门 就是床头的部分 对 床头部分它有一只梁 对 所以我们那边有做一个大的推门 对 一个色块 那里面可以收纳很多东西 是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事实上你看起来还好 可是我们整个把它打开看 它的量是够充足的 对 完全 好 那这边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解决的也很漂亮 其实本来主卧的门跟次卧的门 它是门对面 对 没错 而且它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原本上厕所必须进去房间里面 对 那我们为了划分出来 把厕所分开 然后中间我们做了一个三用柜 一个是餐厅的一个端井柜 对 然后另外两边是客用的一个备品柜 对 然后主卧这边是它的收纳柜跟间展示 OK 所以它在门对门的中间 我的三面柜解决掉门对门的问题 解决它以外还有多的收纳的空间 OK 刚刚你有讲的那个问题就是 卫浴的门的部分 是 之前的状况是什么 原本它的卫浴设备 就是说客人来使用的时候 要经过主卧或是次卧 才能继续使用 两间 都一样 所以非常不方便 那我们重新规划以后 原本它都是三件事而已 那我们现在重新规划 把它主卧的面积调整一下 合理的空间变成四件事 然后次卧的部分 它变成三件事 那它开口的部分 就直接让它们对外 对 对 那所有客人来使用 就会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一点对屋主来讲 或是对屋主以后的朋友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方便 然后非常符合实际需求的设计 对 今天一进来这个房子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 大家都会私下在讨论说 这个房子如果我们住进来 我们都会喜欢 而且很舒服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空间当中 每个软件跟细节 其实搭配的是恰到好处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设计 是走现代自然风格 所以我们呈现的是灰阶 跟大底颜色 那在沙发上的运用 跟我们餐桌上的运用 我们都用大底颜色来做处理 餐饮上的搭配上 我们故意让它颜色 有对比的感觉 然后在灯具上的使用 我们让它 因为我们走自然风格 所以我们希望 灯具也能通透 让光能真的透过去 是 这个餐厨区事实上 我们觉得老乌翻身的时候 厉害厉害在这里 就是它兼具了一些 食用的部分 同时它也有展示的功能 但当你刚刚秀给我看 其实这个餐厨柜 它整个收纳进人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用 这餐厨柜我们采取的是上下柜 让视觉更流畅 所以我们正面看的柜子 你看着它是上下柜 都是收纳的空间 但是只是顺便这样看到 那它侧面的部分 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收纳的空间 看得出来它侧面 其实柜子是厚的对不对 对 所以我说啊 这我觉得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有展示 有一些美观的部分 使用的机能也很强 是 那当然如果观众朋友 在格局没有改造之前 其实我跟这个装设计师 现在是站在房间里面的 对我们在房间里面 那目前我们原位置在房间里面 那所以我们把墙拆完以后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吧台 高吧台 那高吧台跟厨房的区隔上 为了让厨房有一些不好看的东西 不要让人家看到 对 然后又让它有一个高低 有一个乐趣 嗯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这种不锈钢台的 OK 那在厨房的设计上 我们希望就是说 让光源能更透 对 所以我们上下吊柜的部分有分离 那冰箱跟电器柜的部分 刚好在梁柱的位置 嗯 所以完全不会打 绑到光线的进来跟空气的灵通 了解 所以你用上下吊柜的原因 是把中间的采光保留 对 然后冰箱跟电器柜的位置 一定要找它本来就没有光的地方了 是的 OK 呃 今天这个空间里面啊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 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啊 就特别是楼梯的位置 是非常棒的 因为这个楼梯的位置 让空间呈现的是光源通透 然后空气流通 对 我们来聊的是 你怎么会想要给这个房子 是这种形式的楼梯 因为这一只楼梯 当初我们在下位的时候 是非常难的 对 因为它必须要靠到两楼的位置 对 而且经过结构机师的评估 认为可行 对 那我们这一次用的方式 是让它镂空的方式在处理 嗯 然后我们材质上用预埋的方式 铁键预埋的方式 让它结构更稳固 所以它的这个每个楼板 是卡在墙里的对不对 墙里面的结构 我们做预埋 哦 对 预埋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再用 黑色的吊金做处理 其实吊金只是装饰用 嗯 深圳结构是在预埋的 那个工作里面 嗯哼 对 那在每个踏街上 我们经过我们 仔细地计算过 它的厚度 它跟光线的可以导引 让我们可以产现不同的感觉 像这样的楼梯啊 我觉得它看起来本身 就很有设计的美感 对 大家会好奇说 像这样的楼梯 那是不是我要牺牲 踢下收纳的空间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在做预埋的时候 里面就必须有一些空间 对 所以我们在上下楼梯的墙壁上面 都有挺长的柜子 哦 对 完全它收纳的量 都应该会够 所以我踢下有收纳 对 我爬楼梯扶手 这旁边也有收纳 也是收纳 其实哦 这也解决大家疑虑咯 就是我这只楼梯 本身有兼顾到 它的这个造型 对 然后它的这个稳健度 是 那当然它的收纳的部分 你也不用怀疑 它上下都有收纳 上到二楼梯才发现啊 装摄医师 这跟你给我看的照片 是同一个空间吗 是 没错 怎么可以差这么多 之前 好像没人住耶 之前非常杂乱 对 那我们原本这栋楼 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这个楼上 它有非常严重的臂癌 漏水 然后空气弥漫的味道 让你没有办法承受 对 所以现在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 试听室 那全家人都可以来上面 我有看到投影机 他可以来看那个影片吗 影片的 对 然后我们规划了一个 很阳光充满的一个厨房 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做使用 还有两间的次卧室 客人来这边 它可以有很好的空气跟阳光 当然我觉得最令人羡慕的 还有露台 对 我们这一个大露台 我们使用的材料是 就是碳化南方松跟洗湿纸 然后只要基本的沉列一些 简单的食物 它能呈现的自然味道 就非常的丰富了 其实这个露台你用的材质 就是碳化南方松跟这个洗湿纸 对 就已经收买我了 它就是休闲感了 是 而且其实这边可以做蛮多人的 对不对 对 因为它原本的结构上 就有一个平台 一个凉柱的平台 凉柱平台上 我们就免湿纸就做过去 所以上面可以做很多人 在这个都市当中 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露台 我觉得是很让人羡慕的 是 OK 而且进到这个室内空间 我发现 你在处理光啊 穿透上面 还是依然的跟楼下一样 是非常彩光明亮 是 因为我们走现代自然的风格 我们希望把光跟风格 可以带进来 所以我们在书房这一块的 跟试定室的区隔上 虽然它表面上有区隔 我们用茶坡来处理 跟铁建具做烤漆 做个试分隔 刚好门片关起来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区隔 所以如果你不讲话 可能大家还会想说 门片会是藏在哪 对 OK 是 那这样子穿透感看过去 事实上 我的视觉焦点隐隐约约 还是会看到你书房 底墙的那部分 对 底墙这次的设计是 我们用不规则 书架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走自然风格 对 所以我们把原木的成板 做呈现 那底部 还是呈现白色 让你陈列的东西 能跳脱出来 其实你这样子的做法 即是不摆东西 是 我觉得它也蛮符合你今天要给这个房子的思路 就是比较 现代 但是比较阳光自然的空间 对的 二十五年的老房子的原始屋况 应该是倩云看过 数一数二惨的 除了格局动线不佳之外呢 顶楼还有废弃多年的歌笼 就连屋主的女儿一开始都觉得 他老爸怎么会买这么破烂的房子 不过经过装设计师的审慎评估 把楼梯挪移到适当的位置 采光通风格局瞬间明朗化 也让屋主一家人 确信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设计师 来完成今天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哦